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说本次抗能D6代大星星玻璃的最大特点则是在于提升了盖板玻璃的跌落抗吹耐久性 如今众多的全面平手机或者白块手机越来越多 如果不慎跌落手机吹碎屏幕 肯定是我们用户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而抗能D6代大星星玻璃由于采用了全新的且得到化学强化的玻璃组成成分 其平均可以经受15次从1米高度到粗糙表面的连续跌落 与前代第5代大星星玻璃相比表现分贝 而对于传统能大盖玻璃或铝硅玻璃来说 在首次跌落时就已经损坏了 对于不少用户也关心的抗刮擦方面 康宁也为此推出了两款新品 康宁大星星玻璃DX与康宁大星星玻璃DX加 这两款都具有抗反射性能 同时也让大幅度提升设备的光学清晰度以及抗刮擦性能 当然也继承了康宁大星星玻璃的坚韧度以及触摸灵敏度 而在后续的详细对比测试中 我们也在现场再次感受到了康宁D6的大星星玻璃的诸多特性 例如大星星玻璃表面弯曲掩饰 钢球鞋面冲击测试 高达100磅的杠杆按压测试 针对3D成型盖板玻璃的冲击锤测试 以及无线充电测试等等 康宁D6的大星星玻璃都变形出了非常优秀的特质 如今康宁开创比引领盖板玻璃的产业不断发展 已有超过10年之久 现已经有超过45家主流品牌 以及超过60亿台设备都采用了抗能大星星玻璃 而对于本次的主角 抗能D6的大星星玻璃的发布 这期可以为厂商追求和制造极致产品 提供了丰富的创造空间 同时也可以为众多消费者提供了持久耐用的保障 抗能D6的大星星玻璃也会在未来数月之内逐渐进入市场 与各位消费者见面 好了 以上就是本人在美国抗能D6的大星星玻璃发布会的现场的快速回顾 观看更多的视频内容 可以关注Webis视频的工作室来微博和微信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